台湾电力公司台北南区营业处 携手总工会及第34分会 今年再次向闭屋工厂采购中秋礼盒 18号透过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送给新北市小卫星家庭 台北南区营业处长杨显辉表示 在发起中秋送爱心活动短短24小时内 就获得通人和工会热烈响应 一共募集了434盒 除了小部分由通人分享 其余377盒都捐给大平台 看到小朋友们写的感谢卡片 让他很开心也很感动 那今天除了我们的30分会 继续在做捐赠认购以外 我们的总工会台湾电力公司的总工会 的吴有兵理事长 既子也亲自主动 他也要求能够加入这个 有意义有爱心的活动 然后他也同样赞助了有100盒 那除了这200盒以外 我们自己在台北南区营业处 我们的地方的同仁 看到有这种好的活动 有热心 有温血 有热情的活动 所以我们自己的员工 也主动来做积极 来做加入 来做参与 而且这个时间很短 我们在召集我们的同仁 在他们响应爱心的时候 不到一天 大概只有20几个小时的时间里面 短短这20几个小时 我们就有将近上百位同仁的认购 加码认购的200多盒 看到这些小朋友 能够写这些爱心 我也觉得我们自己的一些小小的付出 是有值得的 我们也希望能够对他们能够起到帮助的作用 我真的是觉得非常感动 也非常可爱 劳工局长陈雷佳表示 新北市有26家庇护工厂 协助超过500位身心障碍朋友就业机会 各家庇护工厂所推出的中秋礼盒都各具特色 用料也讲求健康干净 希望社会各界多加支持 而社会局长李美珍说 很感谢台电的爱心 会将这些关怀送到最需要的孩子身上 今天非常谢谢台湾电力公司 新北营业处这边 还有我们台湾电力公会 今年我们第二次跟他合作 而且今年的金额比去年 成长了大概我想三四倍以上 那我们也在短时间内 我们找到了我们的庇护工厂 也媒合了我们的一个受证单位 那我希望是说 这样的爱心其实不只是台电 我想很多的民众也都有这样的爱心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采购我们 庇护工厂的这些产品 你们帮助他们 他们就能够自主的一个生活 我想也减轻他们家人的一个负担 我们这一次台电 能够来响应我们好日子爱心大平台的活动 那来帮助我们小卫星 就是弱势家户的孩子 那原则上我们的对象就是 回到我们最需要关怀的这批孩子身上 那这一次大概我们原则上 先有我们的深坑心殿 还有那个板桥跟土城 那未来我们还是会持续的资源进来的之后 会再继续延续来照顾我们 所有每一个小卫星的孩子 除了小朋友们同言同语写的感谢卡以外 社团法人新北市慷慨关外协会的神父 还以歌声感谢所有贡献爱心的人 劳工局也欢迎民众到新北市 庇护工厂网络商城选购中秋礼盒 也再次感谢台电采购喜汉儿 及爱不落梭两家庇护工厂 世卫局也会持续运用好日子爱心大平台 引进各方资源 持续扶持小卫星 让儿少都可以快乐成长 记者赵世约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订阅